10月份才刚开始两个交易日 难道我们的牛市就已经结束了吗 明天中国会公布社融数据MR和美国会公布他们的核心CPA数据 后天美国会公布他们的PPI和消费者行政指数 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 整个的资本市场其实是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 或者说一直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走势 中国这一次整个的牛市或者是反弹 很多人对它的定义是不同的 但是都是在9月24号整个的宏观经济去做了一定的调整 那么超过了2万亿的刺激政策 甚至说豪言5000亿不够再给5000亿 3000亿不够再给3000亿 看市场的效果 但是刺激了很多人投机的心理 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一定的不理智 其实在十一期间一直都跟大家聊 整个的股市到底是什么 整个这5000多只股票 它真正值得投资的又有多少 今天的市场成交量接近于3万亿 对于我们这种T加E交易规则的市场 其实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筹码开始进行了交换 而且从整个的市场和大家的推测 就是说10月8号是我们未来这一段时间成交额最高的一天 而今天是恰恰一些个股打到了历史的顶峰 曾经最多的时候交易日是中国石油创造的 但是今天由中国的某个券商 也就是说某东方某财富去创造的超过了700亿以上的份额 对于未来的日子我们还是会进入到一定的合理期 也就是说成交量会进一步的萎靡 而且对于一些十一期间开户的这种年轻人 比如说95后00后 他们现在都已经完全的没有信心 或者不敢进入到这个市场 那么这个市场可以就怎么说呢 没有新手保护期 10月8号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理智的在顶峰去进入到市场 到了现在基本上亏损都超过了15% 那么我们就回聊到这个市场 股市到底带来了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从2000年以后 牛短 熊长 而且这24年的时间里 其实总共就三四年的一个牛市 但是每一次的牛市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目的性的 07年的时候 整个加入WTO以后 然后楼市陷到了一定的低迷 又碰到了08年这种经济的危机 我们07年这一次股市 改善了我们整体的一些产业结构 落后产能 或者对于一些未来的发展愿景 然后比如说这种 绿电 行动员汽车 或者其他方面 而15年的牛市 其实带给我们的是供给侧的改革 和整个居民部门承担杠杆以后 让楼市快速的去发展 也就是说加快了我们国家铺 铺开这种基础建设的一个步伐 而这一次我们如果要创造牛市 这一次牛市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就是一直都跟大家强调和聊过的 我们是一个工业型国家 而且依赖于出口 那么我们最主要维护的就是秩序 当整个的资本市场过度的膨胀的时候 会影响到这个秩序的运行 因为秩序决定了我们生产的效率 而且所有人都在工作的时候 你对于整个的一个心情的影响 就像最近这几天 很多人可能上班都没有心思 就觉得这个市场如果涨一天 是我这一个月的工资 或者是我这半年的工资 可是对于年轻人一直都跟人聊 年轻人现在融资的成本 还在10%到15%之间 可以说他们的融资依托于什么 某宝 然后某微信 还有就是这种美团 然后一些其他的网络接待 这种市场如果说都挣钱了 极大欢喜 如果不挣钱 那么又是再一次的引发了整个金融 或者是延伸到了银行端的坏账率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表 当整个财政政策出现了一个下滑 土地收入减少了 那么你就会发现 整个的银行坏账率是会出现波动的 我们现在整个由于波位率高 或者是我们对于控制这种 AMC机构去接这种坏账 你看似我们整个的坏账 其实是不高的 可是我们的风险依然在急剧的增加 也跟大家聊过 有公积金的人 只有一亿多不到两亿 而消费能力 你会发现 从九月末 一波牛市上涨以后 其实大家消费能力的意愿已经开始提升了 有的人说 你看这十一平均每个人就一千块钱 但是你要了解 这其中重复统计的 加上一些人短途游的 其实一趟旅行 每个人的花销最少是超过一千五到两千块钱的 这其中还是因为整个的住宿费用和旅行的出行费用是降低的 其实人们消费的意愿一直都在持续的加强 从清明 然后到了端午 然后再到整个的中秋 现在十一刚刚有一点起色 如果强劲的把这个牛市摁下去 那么对于我们的伤害可能会更大 所以说还要继续的去冷静看待这个市场 而且要选择这些优质的东西 就像怎么说呢 你明显的可以看到 盲目去追的人 其实亏损的比例绝对超过了百分之十 但是冷静去选择的 在这两次这两天的回调 最多也就是百分之五左右的一个回调价值 但是对于你要知道这个回撤其实是不高的 而且整个的市场来说 整个的市场 同样在九月末的时候 3300多点和今天的3200多点 很多人的证券的市值 会比曾经九月末的时候 跌幅超过了百分之十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权重股依然是抱团取暖 而且他们的价值依然还在持续 为什么 这一次的目的就是改善整个的债务关系 还有就是让这些人 或者是让这些优质的企业 继续的可以去扶持整个的经济 然后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